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悟,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最近一段时间工作挺忙的 所以就没有时间录这个节目 因为快到年底有很多的客人呢 人家想年底之前把房子搞定 再一点的话就到年底的时候呢 这个市场也比较动荡 卖家呢如果要决定今天卖房子呢 有的时候这个价钱啊还能压得挺好 所以我也希望在年底之前呢 能尽量呢帮一些自助客人 把这个房子生单前给他录了 那年底之前呢我争取呢 至少两周录一次节目 每一次呢多讲一点 我发现从今年开始啊 这个一线水井 尤其是一线水井带码头的房子啊 特别的受追捧 过去的这两周呢 这样的单也成交了几套 我觉得挺有代表意义的 所以今天的前言呢 我们先来聊聊上周出的这几单 一线水井带码头的午夜 我们过过延引 那第一套房子是位于 现在下边去乌里池 很多人不知道乌里池在哪 所以呢中介也会把这个地址写成 Hunders Hill 那其实乌里池是在Hunders Hill的这个 Panisla就是最前面的那一部分 那这套房子呢 占地是753平 五房五位三车位 那上周是用时仅仅37天 以超过2000万澳币的价钱收除 那这套房子是一线水井带码头 说实话这房子的户型啊 格局啊非常的舒服啊 那这个价钱呢 在整个这个Hunders Hill 的这个大的半岛 我觉得也能排到一个第二名了 但是这个占地呢 属实是稍微小了一点 因为第一名的这占地 已经过了2000平了 价钱不低 但房子很不错 第二套房子依然位于新的下北 去North Bridge 这套房子占地811平 四方四位两车位 上周仅仅用时三天 以约1420万币的价钱收除 这套也是一套一线水井带码头的 我上周去看了一下 它隔壁在售的房子 那个户型呢 稍微有点个性化 但是这套的户型其实挺好的 那这套房子当时的建议价呢 是1150 后面有几个买家同时看好 最后这价钱就飘过了1300万 第三套房子位于新的内西区 Burge Group 这套房子占地只有370平 三房四位两车位 上周用时30天 以约1400万万币的价钱收除 也是一线水井带码头 这一套呢 在整个Burge Group的房价 也可以排到第二名了 但是它跟第一名比的话 地还是小了很多 最后一套呢 位于新夏北Mossman 这套房子占地1720平 五房六位三车位 这套房子用了 有两年的时间了 最后以约3200万万币的价钱收除 2020年上市的时候 当时业主是想要3600到3800 这是没有码头的 房子盖的是没得说 我当时觉得这房子 对我来讲最大的问题 就是隐私性稍微差一点 朝向稍微差一点 房子盖的是真的很不错 同时这个价钱呢 也是整个北岸 包括上北下北 北海滩的第二规的记录 第一规的是今年Mossman的3300万 这是今年的一线水减物业的一个情况 对于没有预算的客人来讲 如果你要投资房产 我觉得按一套这样品项的房子挺好的 为啥呢 你说的有两套 有一天有一中介给你敲门 哎呀说你要不要卖啊 你四年前三千万买的 现在呢你跟中介说 你说我现在可卖可不卖 我现在呢要价五千万起 有可能你就真的能卖掉 因为现在呢 像这样的货呢 是非常非常稀缺 其实这种坐地起价的感觉 虽然我不是当事人 但是我想想都觉得挺爽的 我个人觉得像这样的单呢 第一呢你当然能找到这样的房子 第二呢这个对应的卖家中介的 其实要求也很高 他不单单能把这个业主搞定 让他签这个Greyman 我来帮你卖 第二呢也要能帮他把价钱控制好 因为我发现现在市场有很多的房子挺好 但是这个业主期待值很高 中介没有办法说服这个业主 比如说前几天有一个拜坛的中介 给我打电话说有一套房子 我看了一下品项挺好 但是价钱太高 上来就问我要一千万 我说我在电话里还有点不高兴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是觉得有点太离谱了 我说你的价钱已经是要破 super record了你知道吗 他说I know 但是他搞不定 你搞不定的话 最后你这房子还是卖不掉 这种大单 他本来面对人群就少 你光签下来 不代表你最后能卖掉 还是需要很深的这个功力 前言我们先坐到这儿 我们一会儿来聊一聊 过去两周的一些比较精彩的交易 我们一会儿回来 怕上周新的轻盘率是64% 上周新的轻盘率是67% 这个数字看起来还是 还不错的 基本就是年底的一个节奏 这周给大家找了七套房子 因为上周没录嘛 这期多说一点我快点说 第一套房子位于新的上东区BBQ 这套房子占地645平 六房四位两车位 上周用时仅仅8天 以约1200万欧币的价钱售出 而在18年买入的价钱是463万5000欧币 这套呢 业主是买完之后做了一个加盖 说实话这个价钱卖的挺好的 这个位置呢是在一个corner 然后地市又很低 能卖到这个1200欧币 我觉得卖的非常好 第二套房子位于新的中东区Runway 这套房子占地772平 五房三位四车位 上周用时15天 以约950万欧币的价钱 拍钱售出 而在2009年买入价钱是315万欧币 那这套房子是做了一个大翻新 同时再次刷新Runway的 Serber Record 这个房子是一个典型的联邦市住宅 说实话这房子我挺喜欢 这价钱卖的也挺不错 第三套房子位于新的东区Bondai 这套房子占地只有360平 四房四位两车位 上周用时仅仅13天 以约900万欧币的价钱 拍钱售出 而在2010年买入价钱是250万欧币 这套房子也做了一个非常大的翻新 说实话景观一般 房子的状态一般 但就是离海滩近 这个价钱卖的还是非常不错的 那么说完上东 我们来看一套北海滩的物业 那这套房子位于新的北海滩的Freshwater 总面积100平 三房两位一车位 上周请请用时24天 以402万1000欧币的价钱 拍场售出 那这个价钱 在Freshwater也可以排到 第三贵的公寓了 这个街呢是挺好 我大上周有去看过这条街的房子 但这个价钱卖的属实很贵 因为楼王的那个房子要比它大很多 这个街呢上周刚卖了一个House 也就才600多万 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有竞争 才卖到这个价钱 第五套房子位于新的东南区Rosebridge的房子 总面积271平 上下两层 上面是这个Rooftop 三房两位两车位 上周用时45天 以143万欧币的价钱收出 而在15年买入的楼花价钱是150万 18年改好 那通常来讲 对于公寓相对三房很好一点 但是没想到这个过了这么长时间 价钱还是没回去 还是赔钱了 第六套房子位于新的上北区SWIFES 这套房子占地1195平 内部568平 六房六位四车位 上周用时仅仅9天 以700万欧币的价钱 拍钱收出 而在2021年4月份 买入的价钱是350万 那当然这350万是个地价了 我想想很多华人朋友对这个房子应该不太陌生 那这个价钱同时刷新了SWIFES的SWIFES SWIFES的SWIFES已经7开头了 同时刷新了整个上北 Warunga Taramara SWIFES 没有网球场的最高记录 前院这个Landskipping做的很有特点 那其实SWIFES上周还有一套房子 也是卖了660多万 那个房子的涨幅可能比这个还好 但是因为这个是破纪录了 它是状元嘛 所以这套可能曝光度会更高一点 最后一套房子依然位于新的上北区 Island Field 这套房子占地1258平 五房四位两车位 上周用时30天 以695万万位的价钱拍场收出 而在2010年买入价钱是127万 这套也是一套退导重建 说实话这房子看着真挺舒服的 后院朝北 户型什么的都很方正 我相信是华人比较喜欢的这种物业 那么上周Property of the Week 我给到了新上东区的Bronte 这套房子占地只有381平 五房三百两车位 上周是用时仅仅8天 以1200万万位的价钱收出 这套是没有任何水景的 我跟Builder朋友聊我 他说这个是用清水混凝土的这种风格 据说这个工艺很高 造价也不低 其实去年这样的物业挺多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样的房子 我觉得很结实 盖个七年八年 它还是那么久 和那种上北的那种翻新玩 白白大大的那种物业 还不太一样 个人偏好 最后总结 我觉得现在市场的货还算是蛮多的 尤其是对于中段位的预算的买家来讲 其实你可挑的余地 可奖价的空间 都挺大的 尤其很多客人 他在买房子的时候 他说我想找一些 性价比高一点的房子 其实跟去年比的话 其实很好比 有很多的房子的价钱 我觉得都很友好 所以买家朋友也不要太贪 差不多就可以了 因为真正好的房子 其实你奖价的空间并没有特别大 因为卖家都不傻 越好的去卖家越聪明 可以这么说 差不多就可以了 最后也希望 今天要买房子的朋友 在年底之前 能把自己未来的家搞定 那么本期节目大概就这样 感谢大家的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